这里是名副其实的百年海边漫画渔村 能看到灯塔博物馆实况场遗址和炮台等古迹风光 还是全港标志性的唯一地铁直达老牌海鲜街 全程屏幕游完路线超简单 大概两个小时就能走完全程 先坐地铁到游塘站 从A2口出来后大概走八分钟就能到鲤鱼门的排放 沿着海边步道一直走 就能看到一个金灿灿的大鲤鱼 这也算是名字的象征吧 海边停满了各种各样的渔船 沿路有很多小公园 坐在这里看渔船应该很惬意 下面的整条街都是海鲜街 鲤鱼门海鲜街是香港几大标志性海鲜街之一 鲤鱼门村也有超过150多年的历史 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 村民大部分都是农夫 渔夫和矿工 60年代之后呢 逐渐发展成为世界著名的海鲜美食集中地 香港居民及游客都会慕名而来 从1992年起 每年都会举办鲤鱼门海鲜节 戏曲 舞式表演和打折海鲜都有 十分热闹 沿着海鲜街一直走下去就到了三家村 这里有很多值得玩的地方 画风也逐渐文艺了起来 先看到了这个海边学校一直改建的 赛马会鲤鱼门创意馆 免费参观 里面保留了一些文物 还有陶瓷展 上到二楼还有一个小露台 感觉可以原地拍一部偶像剧 沿着海边走几步就有休息处和讲解的牌子 可以看到各个角度的对岸风光 挨着创意馆不远处就是灯塔 灯塔在石岛上已有50多年历史 位于维港东面的尽头 这里曾是香港最主要的海上对外交通出入口 小小的灯塔为无数来往船只照明导航 继续往村子里走 看到了一棵很古老的许元树 直干参天 新型的牌子上写着许元树的历史 村子里到处都是五颜六色的壁画 还有偶尔骑自行车穿梭的村民 对岸的港岛东步履匆忙 海的这边却显示悠然 真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活 往前走几步就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建立的天后庙 由郑成功部将的孙子 当时盘踞在李渔门海域的海盗郑连昌建成 天后庙周围有很多巨石 还有二站遗留下来的炮台 穿过天后庙继续往前走 就能到实况场的一致 八十年代前的香港才是夜一度盛行 旧立法会旧中营大厦 以及石板街等人人皆知的建筑 大部分的建材都是来自这里的李渔门实况场 飞机的海边实况场 有一种颓废荒凉的美感 转观临寻的山壁 海边的食物 大片草地 站在天梯间 面海被删 有一种在世界角落呼唤爱的感觉 怪不得那么多拍婚纱照的新人来死去境 去玩矿石场 大家如果还有体力的话 可以继续爬到魔鬼山 去看二站遗留下来的炮台战壕等古迹 大概一两个小时爬完 但是夏季天气热 我就不爬了 大家爬之前可以评估一下自己的体力 记得带足够的水 远路返回到海鲜街 大家可以找家餐厅吃点海鲜 结束完美旅程 大龙虾 大皮皮虾 大螃蟹 都在召唤你 超小众的宝藏余尊 有历史 有艺术 有古迹 有美食 有美景 找个棒碗来散步 你会收获别样的惊喜